将于6月19号开幕的2024丝绸之路周 将会为观众奉向上一份丝绸文化的体验大餐 其中九天昌和丝绸之路上的长安展览 将展出210余件珍贵的文物 其中包括50余件一级文物 那么这些文物是怎样从自己所在的博物馆来到杭州的呢 专业的运输团队又会为这些文物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专属空间 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空气悬挂它就是气垫减震 充分地将这个路途的颠簸过滤掉 在文物包装箱全部装车以后 它会启动空调系统 保持这个车厢内部与库房温度相适宜 360度无私角这个监控系统 车载定位系统 如果说有一个开门的情况下 它有一个光感的一个测定 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启动报警系统 我们车厢内部有上下四道这个安全的固定卡槽 每一个包装箱都会有一个固定装置 负责运送文物的每辆车都会至少配备两名 经验丰富 持有B2以上驾驶证的驾驶员 他们每三小时轮换一班 驾驶室内有监控系统 可以随时监控箱体类文物的状况 为了确保文物安全 还会有专人根据沿途的天气情况 进行路线规划 此外承担文物运输的车辆不能随意停靠 比如这趟从西安到杭州的运输路途 有1600多公里跨越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四个省 沿途就划定了八个固定服务区停靠 因为我们的车辆呢 因为怕社会车辆靠近啊 或者寡秤啊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要找一个比较合适宽敞的地 各个服务区都有一个规定的一个特种车辆停工方式 主要做的是第一呢 我们要有一个车辆检查 然后加油 还有一个人员的休息调换 按照文物运输的要求 运输车辆不能夜间行驶 所以这批文物还得在专属定制路线中的 江苏徐州休息一晚 从安全性角度 运输团队把休息的地方选择在了 全封闭的徐州博物馆 要停到博物馆的一个摄像头的范围之内 我们徐州博物馆的安保人员可以随时地看得见 车后方呢是一个门 门所以说要抵在这个墙的位置 然后这个整体的就不会再打开了 我们的恒文恒斯基呢 它是独立式的 所以说跟车辆熄火以后 它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历经停靠补给休整 这批从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发的文物 在第二天下午顺利抵达了浙江杭州 然后在经过卸货 清点 组装 布展等流程后 就将开启他们在异地的工作时间 我们下期见